11月14日上午,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即粤港澳青年文化创意发展大会在江门开幕。 在开幕式上,江门正式启动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建设, 为进一步推动江门市文旅产业发展, 举行了12个涵盖文化旅游、华侨华人和港澳青年投资项目的签约, 总投资额超600亿元。 同时,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创基地正式揭牌。 这个文创基地就是聚集了几百个扫商家,还有一些文创的一些项目。 我们这些服务都是基本上免费的, 让他们入住来,就是基本上好的项目两年可以免费免房租。 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不懂就是大湾区的一些政策, 我们也会帮他做,就是本地,例如说在江门也好,广州也好, 当地有什么优惠政策,有什么人才政策,政府可以给我们多少人才的补贴, 在税务里面就是怎么申请港岸港税,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给他们的。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还是有点意义,希望青年朋友就是放下他心里面的心结, 勇于来到大湾区做创业创新。 吴玄明表示,他当前所做的便是希望将来能为创业者开发桥乡文化资源, 打造一个良好的平台。 在本次大会上,他与江门签约落地两个项目, 投资约16亿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创基地, 投资约38亿元建设桥都文旅城项目。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是我创办的一个会, 刚才我在组织演讲里面讲到, 创办了两年,做了四个万人活动, 还有4500万的一些考察团, 就是这些青年我就接触的比较多, 我发现他们像大学的也有, 不同就是阶层的也有, 他们对创业,对文创有非常浓厚的兴趣, 他们一直在找大湾区在哪个地方可以把这个项目给落实, 因为江门是我老家, 就是我很引以为傲的一个地方, 所以的话就是我想把他们都引过来江门, 就是在这个浓郁的华侨华人文化的一个地方, 一个中国第一桥巷这个地方, 把这些项目落实,落到实处, 把这些人给予这些人有更好的一个平台去发展。 本次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, 即粤港澳青年文化创意发展大会, 吸引了近1100人参加, 其中海外嘉宾逾830人, 国内嘉宾近200人。 大会旨在搭建粤港澳大湾区和全球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,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,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桥物文化旅游工作融合发展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